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车下烧烤的时候 男人和女人在车上做起了身体解放运动 车下男主人感觉到不对劲 一上车果不其然看到了羞辱的画面 此时王八女人居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男人 说是他逼迫过的 男人还没来得及解释 就被他们绑到了餐桌上 不仅砍掉他出拨女人的手 还挖住了他的眼睛 直接埋头里 谁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男人由于怨念变成上师 活了过来直接砍分了这家人 暴除雪恨 转眼间很多年过去了 男主冬瓜退役归来 想要和女友来个浪漫旅行 更重要的是 他弟弟和弟妹在一年前旅游失踪了 打算去找人 冬瓜的朋友面金也喜欢他的弟妹 就这样三人踏上了旅途 大概在路上走了有七八个小时 他们到了一个休息站 于是就刹车加点油 冬瓜还乱着弟弟和弟妹的照片 选为老头 老头看着看照片若有所思 一看事情就不简单 他指了指前方的路 说一年前他们就往那里走了 说完还警告冬瓜 让他们不要再继续调查了 可是这怎么能行 三人加满油 直接按着路线找人去了 可是在半路 朋友面金肚子疼 就让冬瓜他们先走 然后自己去上厕所 谁知让他走到厕所里 突然门被反锁 原来 那个变成上市的男人早就冰上了他们 他开着一辆卡车 直接怼翻了厕所 面金身上全是厕所里 奔出来的大便和尿 但是他已经管不了这些了 现在他就想活命 就让上市男要撞死他的一瞬间 他以迅捷的步伐 躲开了致命遗迹 而另一边 冬瓜和如瓜也到了一个休息站 如花在厕所里 竟然看到了弟妹的影子 可当他打开厕所门时 人又消失不见了 当如花出去却发现冬瓜也消失 原来他上厕所的时候 冬瓜被赶来的上市男 撞翻带走了 浑身是屎的面金赶紧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 在这时 冬瓜的第一妹出现了 面金十分惊喜 忍不住思念开始清了起来 可就要干大事的时候 妹子喷了一口老血 就直接消失了 没多久 面金和如花相遇 两人诉说他们都看到了妹子的幻觉 他们决定去加油站找那个人问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随之加油站老头和上市男是一伙的 两人全被抓了起来 他们胁迫面金用电钻杀石如花 起心面金不愿意 随之上市男直接挖着他一只眼睛 面金的意志在一步步受到摧残 他终于忍受不住痛苦 拿起电钻在逼迫下 钻进了如花的身体里 另一边 冬瓜称上市男不在 不仅逃了出来 还发现了失踪的弟弟 只不过弟弟已经被折磨得不像人 舌头也没了 谁知两人坐上车要走时 才发现弟弟只是幻觉 冬瓜赶紧跑到休息站 救出如花和面金 不仅一把火烧掉了整个休息站 而且连同上市男收藏的所有眼珠都烧毁了 本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面金开车抬头的一瞬间 那个熟悉的卡车又回来了 而且跟冬瓜回家的如花 在晚上也神秘消失 原来如花和面金 相当的弟弟和弟妹一样 早就被杀害了 这都是幻觉 举重 卧槽 这部电影太血腥了 看着人头皮发麻 真的是非常恐怖 太刺激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完了 喜欢记得关注哦 伍摩达